好的各位朋友 目前我在冰箱市場這邊 現在是4點21分 今天禮拜天 那我今天中午一樣沒跑 因為我一樣起不來 破病還沒有恢復 昨天晚上吃藥 睡得很沉 看樣子這次肠胃炎的影響 是有點大 影響到我這個精神 其實應該是講就是 可能是之前也睡不夠啦 所以整個就是好像有在那種 修不體力的感覺 好 那麼 既然今天中午沒有出來跑 那麼變成說今天晚上就要想辦法 就會希望就是能夠有這個 15趟可以跑 可以跑出15趟 那我目前是已經上線了 那我是覺得現在 這附近應該不太會有單齁 我只是覺得啦 我也不太確定齁這樣 那所以我現在就是要慢慢的往那個 我熟悉的地方前進齁 就是 好 OK 慢慢往那邊前進 然後沿路看看有沒有單 好了各位朋友 才剛剛慢慢的騎到景州街 馬上接到一單齁 竹林便當 然後要送到 送到河江街 就對面而已 超近 啊 我要這個 專心過馬路 好了各位朋友還蠻幸運的齁 在河江街那單送完之後 馬上又接到優勢的單齁 那就來這邊取餐齁 很近 送的也很近齁 這個一點多公里而已 從這個優勢這邊往那個 建國北路旁邊巷子送齁 一下就送到了 哈哈哈哈 好 這個要那個 那個 拍一下拍一下 拍不到太遠了 因為我開廣角 最近很喜歡看天空 然後看到有飛機 開過去 就會想要拍一張照片 哈哈哈哈 因為秋天的這個天空很乾淨 應該講說最近天空都很乾淨 所以我就想拍 好啦 剛把這個優勢商品給客戶 送給客戶之後 在他們家樓下Saven買了一罐水 等一下 這樣沒有什麼單 對啊 我決定 就是 看一下 我會在紅區啦 紅區參考用的紅區 我想今天 嗯 今天午餐沒跑只有晚餐 今天這個三顆電池電量很夠 應該可以 跑晚一點 但前天是要有單 好啦 我決定了 轉變一下 我反而要去 進這樣老地方了 我現在轉一下 我現在往東區走 好 至少東區那邊有兩個紅區啊 到那邊去看看 到那邊碰碰運氣 那我就先從這個景州街慢慢往 赴北方向前進 這樣子 看看 這個 當我這個慢慢的走完這個 景州街之後 會不會再拿到一張單 最近拿的很碰運氣啊 真的靠人品的 啊 不錯 我在景州街 才走了一個紅綠燈 就接到了 披薩哈爾特的單 很好 披薩哈爾特的單 轉一個彎就到了 哈哈哈哈 各位朋友 今天巨蛋又有活動啊 不知道是什麼活動啊 因為我都沒有在關注 我只是經過看到人蠻多的 哈哈哈哈 就拍一下 那我目前手邊沒有單 我剛跑完山單之後就斷單 所以我現在其實是在 慢慢的往這個 東區的方向騎 這樣 經過小綠燈站 反正就是沿路慢慢騎過去 然後看看 看看那個 這個 單會不會出來 啊 順其自然啦 好的 再慢慢騎到健康路這邊 旁邊的麥當勞 等一下的時候呢 接到了一單浴屋的 啊 這個 日本料理 要往信義區送 送囉 現在有單 都要接喔 哈哈 三公里 解鎖 各位朋友 我解鎖了 送花 解鎖送花的這個 OK 先送過去 好的 各位朋友 那個 內束花我已經送到客戶手上了 然後到二階夜市這邊 呵呵 真的有夠遠 那我現在要進到二階夜市去取兩單 一到這邊馬上就被系統丟單啦 還不錯 蠻幸運的 啊 今天就解了送花的成就 哈哈 超搞笑 好 各位朋友 我在那個勞河街市取了兩單 我現在在松河街 現在要往這個 呃 浮遠街前進 這樣子 因為已經送到一單了 兩單中有一單等最久 結果那單送最近 也是不錯啦 喔 那個牛肉麵 呵呵 大排長龍 什麼東西啊 呃 在排隊的時候還想說 我的大排長龍 我哪一天要來吃吃看 結果後來在那邊看那個 呵呵 看老闆在煮麵的架式 我想想說算了 呵呵呵 這個還是 呃 讓觀光客點餐就好了 啊我就 呃 吃別間 啊 吃別間 啊 為什麼我會有這樣子 這個 啊 這個我就不解釋啦 我不解釋啦 好啦 廢話不多說 啊 趕快往這個 啊 浮遠街前進 因為 我這一單的送比較遠了 其實是鹽酥雞 哈哈 猛甲雞排 哎呀 真是 我很擔心送到客戶 手上都 都這個涼掉了 這樣 因為等牛後面真的等太久 啊 希望這個客戶 算啦 還要負評就給他負評吧 也沒辦法 好了各位朋友 目前在民生東路五段 剛剛把手上那一單 那個鹽酥雞 萌甲雞排的 送掉了 啊 幸好我剛剛從大箱拿出來一摸 欸 還燙燙的 啊 不是只有熱熱 是燙燙的 啊 幸好這樣 幸好 那民生東路五段這邊我不熟 啊 所以我會往這個南京東路方向走 這樣 啊 希望我這個過去的路上 還能夠就是撿到一兩單 這樣 好的 這裡是 偶有這裡這麼多吃的啊 不過這邊我真的不熟啦 反正我就慢慢往前進就好 往南京東路方向走這樣 好 好 那先這樣子啦 好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這個龍江路上的這個五花馬 嘿嘿 沒錯 我又接到他們的單了 我現在這邊等一單 那 這個是倒數第二單 啊 因為我已經送了 十三趟 十三趟 那這倒數第二單 這樣 嘿嘿 現在還蠻順的 今天都無縫 真心的真的是 呃 應該講說後來無縫啊 前兩單好像要等 喔 小朋友記錯的話 忘記了 前兩單好像都等了一下 之後呢 喔 就無縫了 然後我就一直在那個宋山區轉 好 我在宋山區送了一大堆 現在被拉到中山區來 剛剛是松山 這邊是中山 呵呵 那其實我是借到兩單啦 其中一單是五花馬 那另外一單 呃 看一下啊 這邊應該看得到 胖老爹 喔 另外一單是胖老爹 市民大道 那 不錯 這兩單送完我就輕鬆啦 因為就達到今天的目標了 好的 取了那個五花馬的水餃 現在往胖老爹前進 很近啊 就在隔壁巷子而已 好啦 目前身上有兩單 要往這個客戶方向前進 一單中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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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這個算回家單喔 嘿嘿嘿 挺不錯的 現在也七點 我看一下 七點 三十四分 七點半 這兩單送完差不多快八點 然後到時候到中山西路 也算是精湛那邊 再慢慢看 還沒單這樣子 反正這兩單送完就輕鬆了啦 這樣 今天我沒有帶那個SJ-CAN C300的攝影機出來 因為我想說晚上跑都會跑超過兩小時 那我打算等那個電池到 因為我家買的電池 應該是明天就會到 沒有意外的話 因為我看它那個 那個商品已經到貨運站了 那明天應該就會送到我家附近的這個7N 那其實我又另外買了這個鏡頭保護貼 那應該是禮拜二禮拜三才會到吧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是肩下單的 肩下單的話應該就會比較晚到這樣 那等一下我現在 哎唷 貼我好近 好 那麼 鏡頭保護貼其實蠻重要的 因為我發現就是 呃 我帶出門三天嘛 應該一二三 算兩天啦 那那個鏡頭好像就有點那個 那個髒髒好像有點擦不太掉 有點麻煩 那個可能到時候 貼鏡頭保護貼 然後他應該會附一個那個貼紙 到時候要用那個貼紙 用那個貼紙來把那個 那個髒汙把它吸走 我也不知道 嘿嘿 這3C用品 功能越強 它就越優秀 真的是要好好對待它 雖然一支也不貴啦 那一支 就是 我買的是C300 還外掛一個手持電池 4900 其實不貴 跟我那支A10當初買3000多塊 也只不過是貴了1000多一點點而已 但是 性能好啊 超級多 那 因為我今天沒有帶出來 我就沒有錄啦 我們這個 明天等那個電量變得很大 再來說 我再來錄給大家看 其實我是 我是覺得 就是這個 密錄器這錄影設備 真的是 大家 各位外送朋友真的都要準備一個 這個是一個必要的投資 客戶傳來訊息了 我快到了 先不講 好了 各位朋友 目前人在羅斯福路一段 中正經驗堂旁邊 中正經驗堂旁邊 中正經驗堂旁邊的一個小巷子裡面 那麼 現在 手上沒單了 現在是8點整 我送了16單 第16單送到這邊來 台北車站接單 然後往這邊送 那麼 現在我打算慢慢的騎 往金站那邊騎 看看會不會有單 現在是8點 8點看看會不會有單 當然有單是最好的啦 沒單就慢慢騎回408 看看有沒有回家順路單 然後這樣 希望有 希望有這樣 假如有接的話 這樣明天就可以跑輕鬆一點 OK 我專心騎車 不過今天 今天這附近很熱鬧 中正經驗堂這附近很熱鬧 音樂很大聲 好 好的 我要專心過馬路啦 好的 各位朋友 自由廣島這邊有寶島戲院 這個是回顧啊 老電影的回顧 哈哈 很多歌其實我都聽過 因為我就是那個年代的人 哈哈 有時候會覺得就是 一個年代一個年代 還不斷地在這樣子 慢慢地消失 這樣 那 很多時候其實 那個年代還是有很多 很棒的東西 都需要留下來 這樣 沒有必要就是把它抹殺掉 這樣 譬如說 日本時代 建設台灣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也都留下來了 那有很多沒有留下來的 也都很可惜 這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 老東西不見得不好 然後它有它的價值在 這樣 好啦 專心過馬路 各位朋友 我剛在自由廣場那邊 看那個寶島戲院 在那邊聽那個老歌 啊 聽那個電影老歌啦 聽了十幾分鐘 想沒單 沒單 我想說準備要回家了 結果我忘記下線啊 我現在騎到這個台北車站 這邊來 接到了 還沒到台北車站 台大醫院 擠南路一段這邊 那接到台北車站這邊的單 已經指販支柱啊 要送到那個中山區 回家單 很好 所以我就接了 然後這單 呃 4公里啦 不過沒關係啊 因為要回家單嘛 一百多塊錢 不錯不錯 這應該是沒人接啊 那個價格一直被墊高 不然喔 4.4公里 這應該怎麼可能會一百多 嘿嘿嘿 大概大家都 那個那個今天現在 就是 就是覺得沒有單都回家了吧 我也不知道 因為 反正 反正我看社群裡面 還是抱怨連臉啊 那我自己是覺得 今天晚上的單不錯啊 因為至少 呵呵呵 至少有一段時間是無縫 而且都短單喔 喔 這樣 好啦 廢話不多說 趕去台北車站 各位朋友 哇塞 我今天呢 又多解鎖了一個成就 我送 送兩塊牛肉 兩兩塊冷凍牛肉 哇超酷的超酷的 哇今天解鎖了成就 解鎖了送花的成就 又解鎖了冷凍牛肉成就 笑死了 趕快去了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榮興花園旁邊 榮興花園公園 我已經把手中的第18單送掉了 就是我解鎖的兩條冷凍牛肉 那 呃 現在已經8點45分了 那我決定下線了 這樣差15分鐘就要9點啦 其實也差不到休息啦 不用再掙扎啦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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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